目前排名世界第二的瑞士网球名将费德勒 已经连续七个月没有拿下任何赛事头衔 终于是在22号的辛西纳提名人赛当中 击败了美国好手费雪 拿下生涯当中的第63座冠军 那么这也让他在接下来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能够以第二种子出赛 今年二网之后就没有拿下任何赛事冠军的费德勒 第一盘就打到抢七 费雪这一季扣杀 随后以6比7拿下第一盘 第二盘费德勒一记漂亮的S球 拉回泰式以7比6回进一盘 第三盘双方连续好几个大抽球 费雪却因为正手失误挂网 让费德勒取得破发 缠斗了两小时40分终于来到赛末点 费雪因为反手回球出界 让费德勒以6比4胜出 在本届辛西纳提名人赛封王 累计生涯第63座冠军 费德勒也将以第二种子的身份 参加30号开打的美国网球公开赛 而且决赛前都不会遇上世界球王纳达尔 中文新闻方凯路报道